宜兰农田水利会为了提倡有机农业 11月9号上午在宜兰体育馆办理幸福农村有机田园系列讲座 将邀请永丰金控董事长何秀川来分享有机人生 活动是采索票方式入场 目前票券所剩不多 想要参加的乡亲可要把握机会 民生吃的问题最近是接二连三爆发 有机农业逐渐获得重视 有鉴于有机不仅是一种生活态度 更是对土地的尊敬 为了表达对土地友善以及对农友的关怀 宜兰农田水利会特别举办 幸福农村有机田园系列讲座 11月9号上午9点到11点50分 在宜兰体育馆将邀请从事有机农业生产的 永丰金控董事长何秀川 主讲幸福人生有机田园 希望借此经验传承分享以及讲解 以推广有机农业的经营理念 并且确保农业永续经营 因为台湾我们面对就是说 我们地震的我们地酒 我们地酒是现在还台南用化学 肥料还用这个油 这个米生产是我们的国人要吃 这个米子是不是受到 有种种这个问题 尤其如果看起来应该就是 派面化肥料 第二次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相关不应该放米子来 如果这样是这个生产的米子 吃起来当然就比较苦苦 就比较大家会接受 所以我们一直看食品的安全 在主食部分我们还没有保护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现在这样请他来 我是相信说对我们宜兰 大家关心这些人 还有另外一种的输口的输口 因为一个企业家 他为什么跳进来做这个 一定有先见住民 有些发现就是我们要走的路 讲座采取锁票方式 入场目前已经被锁取了 1000多张的门票 有益者可洽询宜兰农田水利会 各工作站 宜兰以及罗东社区大学等等 欢迎乡亲踊跃参加 欢迎国家 如果有幸福的人就来拿票 这个票是免费 我们有在社区大学 我们宜兰本会 水利会本会和港族站 我们都有在发这个票 目前我们上星期开始至今 已经人收起到今天再去截止 已经有1,200多张 1,200多张 我们的发现票是2,000张 所以后期要有800的机会 如果有幸福的人 可以收拾大家来听这个演讲 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 这个大家整个地势也好 还是对我们环境的重视 一个好的出发 宜兰新闻记者是市民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